马上再来关心的是要提醒您注意咯 中央气象局首次发出了冰雹警报 而苗栗铜锣地区在傍晚6点多伴随着雷雨 这个冰雹是滴滴答答落下下了一分多钟 下冰雹耶 苗栗铜锣下起大雷雨也下起了冰雹 伴随着雨势滴答答的落下 让民众惊呼第一次看见冰雹 哦 冰雹 一颗一颗白色的小冰雹 从傍晚6点多开始落下 下了一分多钟 打在车子上发出声响 民众兴奋地用手机录下画面 通过街上他第一次下了冰雹 很刺激 结果街上很多人都跑出来看 那下了多久时间 大概一分多钟而已 因为通过第一次下冰雹 中央气象局首度发布冰雹警报 针对苗栗台中和彰化地区 苗栗铜锣果然在傍晚下起了冰雹 就连警局外的金氏器都看得到 一颗一颗白色冰雹不停落下 民众用包包遮住头部快速跑过 还用手机拍下照片 一颗颗像是冰块的冰雹 大小大约0.3公分 中央气象局气象预报中心主任 郑明点特别在脸书发布冰雹警告 系统估计冰雹直径可达6公分 具有高度危险性 哇 下冰雹耶 气象局史上受次发布冰雹警报 更呼吁民众注意 台湾海峡北部有强对流发展 中部沿海有较大的雨势 南投云林嘉义和台南的山区 要注意地震过后吐石松动 可能引起的摊坊和吐石流 正在选迫冰雹运压力 西方